让我们掌声欢迎多芬全球名牌大使李宇琛有请 李宇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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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琛琛首先还是给我们现场 以及在线上的各位亲爱的人与你们一起打个招呼吧 大家 棒完好 棒完好 对 这么开心来到上海 然后参加这样一个多分的新品发布会 是的 又见到春春了 非常的开心 你们开心吗 开心 是的 其实我觉得每一次见到春春 我觉得都非常的惊艳 再一次近距离见到你 我也觉得 哇 你是助眼有数啊 皮肤真的这么好 是怎么保养的 其实我 怎么讲呢 就是因为我的工作 其实有很多时候需要戴妆 然后戴妆的时间也比较长 没错 所以呢 我自己格外的注重 就是说这个清洁 这个护理的这样一个程序 那除了脸部呢 其实身体的护理也是我自己非常看重的 嗯 是 所以刚才就这么说了 基础的护理是非常的重要的 对不对 我们要有一个扎实的基础 才能够更好的皮肤去吸收到一些营养成分 那么刚才春春今天在我们现场 我也非常的开心 那么这一次 春春以作为多分全球品牌大使 有什么样的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呃 首先我觉得非常开心 因为多分其实是在我很小的时候 我自己会用的一个产品 是 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基于 这个产品给予我们的一种亲密 一种呵护感 嗯 然后觉得非常的舒服舒适 那当其实我跟这个多分的品牌 然后我们一起来探讨的时候 我会更加深层的去了解这个品牌的 它的理念 是 就是说除了它的产品本身非常棒之外呢 我觉得它在对于女性的一些支持的一些 呃 关于女性美的一些力量上面 我觉得给了大家很好的一个支持 没错 所以我觉得我更加更加多面的去了解了这样一个品牌 是 也要从它背后的故事 对它有更深刻的了解啦 对不对 是的 那今天春春来到我们现场 我们大家都非常的开心啊 那你知道吗 我们的多分品牌 其实今天也有个神秘的礼物要送给你啊 我们请到了联合丽华多分品牌 全球的执行副总裁Alain 他为你录了一个非常诚挚和真挚的一个影片 要请圈圈看一下 好吗 好 那今天的大屏幕 我请是产生的 你好 大家好 我叫他 我叫他 我做了 我叫你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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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每一人的我们都被生成了一样的 Dau has chosen to partner with kids to celebrate the unique beauty that we were born with and together we work to broaden the definition of beauty in society and help remove the beauty anxiety that women are experiencing because beauty should be a source of happiness and not a source of stress or anxiety maybe not many of you know Dau is also the biggest provider of self-esteem education in the world and I am excited to announce that Chris will also partner with Dau in our self-esteem education program in China to help educate and promote beauty confidence among young girls across the country so thank you again Chris and look forward to our great partnership 谢谢 谢谢啊 来称称租典请 雷先生非常可爱啊 刚才给你送上一些祝福 那你有没有什么话要对雷先生讲呢 呃 我觉得非常感谢她 然后其实我自己也很开心 然后也非常期待我们可以有更好的合作 是 好 那其实从春春出道以来 我们大家都知道 不管是你的音乐作品 还是你的舞台表演 甚至是后面的跨界到电影大影幕上面的作品 我们对于春春的认识 我都觉得你真的是有一种属于自己独特的美 对不对 那我想问一下春春 今天在现场也想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对自己的美有什么独特的见解吗 其实我觉得说到美这个词就是我自己会想 我们究竟在谈论的是什么东西 就是好像除了一个表层的一个认识之外 其实我觉得我们在谈论美的时候 也许我们更多的应该是看到美背后的一个 一个更深的一个含义 它其实代表着我们对于生命的一种认知 一种关爱 然后也代表着我们对生活的一种热爱 所以其实脱俗一点讲 我觉得其实就是 它决定了你活成什么样子 是 我觉得春春说的 我总结的讲的就是很棒 对不对 我觉得你要细细地去体会一下 我觉得像刚才春春说的 美不仅仅只是说 我看到你的样子 或者你看到我的样子 更多的也许是我们对于生活的一些态度 对不对 对于我们的事业的一些追求 方方面面 我觉得只要你自信起来 你就是最美的自己 对不对 而且春春今天我们有一个口号呢 叫做我的美我说了算 其实你有没有对这句话 觉得它的这个含义 有没有一个独特的见解 我的美我说了算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质朴的一个slogan 就是比如说我们在我们小的时候 我们开心我们肆无忌惮的笑 我们没有过多的一些包袱 我们是觉得我们是很漂亮很开心很灿烂的 但是可能当我们长大之后呢 就开始有很多很多的标准去定义我们 那其中也包括对于美的标准 那在这样的一些标准之下呢 可能我们的笑容会逐渐的越来越少了 因为我们会受限于这样的一个标准之下 所以其实当你受限于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正在 其实它也是你正在 丧失你自己的独特性的时候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slogan 然后我们这一次的这样一个 一个发布会 其实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希望去鼓励大家 说可以活出自己真实的样子自信 然后因为美我觉得首先最重要的第一步是忠于你自己 对我就觉得不要被别人一些想法所改变 对不对 我自己最快乐 或者是我觉得我自己今天最自信 我就是最漂亮的自己 所以我也觉得值得给自己掌声鼓励一下 好不好 是的 你们都是最美的自己 好 那其实今天春春在现场呢 我们一直是需要就是春春跟大家见解一下如何去发现见解自己的美 那今天既然春春来到现场 也说一些鼓励大家的话 让大家也是更加自信的找到最真实的自己最美的自己 好不好 其实我觉得就是 以上 以上很多话是我自己真心想要分享给大家的 就是它不光是我们这一次活动的一个主题 而确确实实也是我在我自己成长的过程当中 包括我工作的这十几年来的过程当中 我自己真是有感而发的 希望大家更多的去感受到一种生命多样性 美感多样性 对 是 生命的多样性 真的刚才春春说的 除了容貌之外 还有我们有内而外的自信 或者是我们脸上非常灿烂的笑容 都是各方面可以让我们发现更多更美的自己了 对不对 谢谢春春的分享 我们再次把热情的掌声送给春春 谢谢 好 春春刚才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 那接下来请春春稍坐休息一下 好不好 今天稍坐休息一下 待会儿我们再请春春回到我们盒上面来 好吗 好 来 春春今天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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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到了 好 舞台上面我们的道具非常的简单 那首先先问一下春春好了 你之前有没有听说过所谓的叫做发酵科技这样的一种 这种这种怎么讲的研发的手段 不是很了解 OK 好 那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共同来见证一下好不好 我非常激动 我非常激动 我来帮春春来介绍一下这个产品 那个就是你看啊 这里有一个烧杯 里面有一些这个透明的珠子 我觉得这是一个吸水的珠子 我们用它来代表我们皮肤的一个细胞 然后上面呢是一个漏洞 其实是一个四指 然后这个四指呢是非常自密的 然后代表是我们皮肤的表层 上面是我们的角质层 大家想想看 其实我有这么多的活性成分 如果它分子太大 不能够透过你的表皮 进到你的皮肤里面去滋咬的话 其实洗就是白洗 那么这个实验呢就是正好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呢就是我们那个红丝柳的发酵的一个成分 这个呢是市面上很多的产品会用的一个 就是一个滋润的一个有性成分 嗯 那么我们到时候要跟春春一起 我们把它滴到这个里面看看会有什么黑样 好不好 好 OK 好 那我们一起 我们先把这个转开 好 哎 倒也可以哦 直接 对哦 春春春有一个本 那我是研发人员 非常严谨 我准备拿一个滴管 那么春春说可以倒 我觉得也可以尝试一下 那我都倒 我也可以严谨 哈哈哈 都可以啊 通过任何方式我们都可以见证这个奇迹了 对 我们用比如说第一个先第一个五个滴管 好 大家看一下观察一下看看 把它放到了刚才爱瑞斯说了 我们上面的市值其实等于是我们的皮肤的表皮 对吗 OK 好 好 好 再辛苦春春了 我们多加一点 红石油的发酵精脆这边是我们多分的对吗 对 诶 其实我们看到春春这边已经很 对 它很快的已经在渗透下去了 我已经低了很多 为什么还不下去 太不给力了 好 但是我们上面用的这个过滤式纸都是一样的对吗 一样的一样的都是一样的 我们非常严谨 非常严谨 是的 所以呢严谨出来的结果就是这么样的显而易见 所以各位才能朋友们看到了 春春这边呢 其实已经非常快速的渗透到下面的一颗一颗小球当中了 请春老师留个一个特写 哇 大家看得到吗 看春春这边粉色的这个红石油发酵精脆呢 已经非常快速的渗透下去了 但是 艾瑞斯你那边好像没有什么动静诶 对不对 我们让春春来猜一下好不好 为什么 艾瑞斯你也在慢慢的滴 但真的很慢 是 请春春猜一下为什么我们用到的 红石油的发酵精脆 它就可以滴的比较快一点呢 因为它是小针子 哦 掌声鼓励一下 哎呦 好厉害 好厉害 对吗 艾瑞斯给大家介绍一下 对 那我觉得我都可以对 我就可以下去了 不需要以后的状态 对 非常对 就是因为它分子很小 那么它就代表我们的皮子上面的那个小毛孔 对不对 它能够很快的渗透进去 但这个的话 那其实是停留在我们肌肤的表层的 啊 进不去 那么它就不能够治疗你的肌肤 了解到了啊 可能是同样的肌肤 但是用到了不同的产品 吸收力和渗透力是不一样的嘛 对不对 而且呢要为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来讲一下啊 我们刚才用到的 春春所遇到的这个红石油的发酵精脆呢 是用到了3%的发酵植物精脆 和分解石油抗氧化微分子 渗入高渗透的小分子渗透直达肌底和发心 所以呢 春春皮肤这么好 头发这么好 刚才都说了 它也从小时候就用到了多分的产品 对不对 所以 看到了吗 本人在现场 我又会见证到了我们小分子渗透的这个威力了 是不是很厉害 哇 是的 好 那我们刚才为各位就分享到的这个试验 但是单从这样一个渗透实验 我觉得还不能够说明什么 对不对 那接下来呢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实验 要请春春跟大家一起互动 那首先我们要先谢谢一下Aris 好不好 辛苦你了 辛苦Aris 好 春春 刚才我们做的这个试验呢 是渗透的试验啊 这个是我们多分心理的一大卖点 另外一个卖点 请你来猜一下 给你给你小小的提示好不好 它绵绵的白白的像云朵一样 呵呵 你猜猜是什么 这个我知道 嗯 是关于那个泡沫的 没错 泡沫啊 泡沫非常的绵密 和非常的这个丰厚 那同时呢 要邀请到我们的试验人员 我们的Danny 好不好 来有请 好 这边请 好 您好 Danny 刚才春春都已经猜到了 说现在我们要做的这个试验 是有关于泡沫的 对吗 对 一般我们用到的信物产品都有泡沫啊 那么多分的产品 这个泡沫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啊 我这里先卖个关子 然后就是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实验的流程 到一会儿的时候我们可以让春春亲手验证这个泡沫的神奇 好 对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手上这里有一个这个起泡杯 然后我们给您加一点水帮助起泡 那接下来我在这个起泡杯里面挤三分这个多分纸脆白酱灰露 好 所以春春我想问一下你平常用到的洗物产品 你也是比较喜欢泡沫比较丰富的对不对 多分的泡沫很丰富 是 对 所以大家在用起来的时候感觉也是非常的舒服绵密 对吗 嗯 好 再来我们会花一到两分钟来进行这个起泡 那我会让我的这个研发同事Kitty来进行打泡 好 然后这个我们其实在提前两分钟准备了另一杯泡 然后我们在等这个打泡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可以 给大家看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对 就是刚才说了卖了个关子 那其实说这个泡沫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绵密的特点就是倒杯不撒 嗯 对 像冰激凌灵火一样倒杯不撒 这个就是让来可以直接试一下 直接把它倒过来就行了 直接倒过来它不会掉下来的吗 好 哇 哦 那其实它这样的一个实验就说明其实泡沫非常的丰厚 非常的绵密嘛 对不对 那我想请问一下代理你那泡沫丰富绵密 那就说明了什么呢 对 因为泡沫绵密的话也就是说它的这个力径非常小 所以它看上去几乎是没有动的非常的细腻 那这个细腻的话它其实这个我们测过这个力径是小于我们的毛孔的 所以它能够更有效的深入到我们的毛孔 帮助我们的这个发酵精华更好的渗透 我们的肌肤 哦 了解了啊 这个泡沫越丰富其实可以帮我们更好的清洁到皮肤的表层 然后让我们一些精华更好的渗透进去对不对 OK 好 了解到 那现在我们这个现场打泡的这一杯也快好了 好的 哦 真的好厚的泡沫 对 是跟刚才的是没有差别的 嗯 那春春借以再来一遍吗 哈哈哈 好 再倒一次 像云朵一样的泡沫倒退不洒 哇哦 是的 好 通过一个非常简单的小事 而且刚才春春也说了 她自己平常也在用多分的产品 泡沫非常的这个绵密啊 好 那除此之外呢 亲爱的丹宁今天 还有一个实验要跟春春分享对吗 对的 因为刚才那个实验只是证明她这个绵密 那可能有现场的这个观众和粉丝会问 就是说是不是市面上所有的沫浪都会这么绵密呢 所以我们还准备了一个套套这个挺立度的升级挑战 升级挑战 我们还是会用多分的这个紫粹沫浪 同时我们会用一个市面上其他的沫浪来做一个对面 好 但是我现在看到了 我们现在有一二三有三个杯子嘛 对吧 我觉得既然今天现场都来了这么多玉米们 我就给大家某一个福利吧 好不好 那让你觉得春春今天难得来一次 要不要大家也到台上来跟春春服务一下 哈哈哈 OK 好 那要不要这样啊 我们两拨福利好不好 我们先从今天立名到我们现场的各位柜婷当中 春春我们抽取出一位幸运朋友 可以获得春春金笔签名的大礼光 好 然后呢已经来进入场内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你们每个人座位旁边有一个小袋子啊 里面有个你们的编号 稍后这个时间当中呢 我们的大屏幕会滚动编炮 然后春春应用时间可以喊开始 可以喊停 抽取一位好不好 OK 好 来 请我们的大屏幕先准备一下 我们的抽奖 准备一下 好 丹妮那边也准备一下 然后春春我们就先来抽下奖 好不好 OK 来 大屏幕准备一下 春春应用时间喊开始就可以 OK 好 来 3 2 1 停 停 030 来 来看一下是哪一位朋友 看一下自己手上的号码 030是哪一位好朋友 请你举手一下好吗 030 是哪一位你们找到自己的号码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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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0你们再确认一下自己的小口袋当中的号码 还有没有030啊 没有 没有 没有啊 那没有的话我们就真的再来一次了 好 好 那辛苦一下春春 再一次 3 2 1 停 033 有了吗 有吗 没有 没有 也没有 有了有了 得了有了 来 恭喜这位亲爱的朋友 恭喜你 台上请吧 来吧 哇 恭喜你 同时呢 好 来 台上请 台上请 恭喜你啊 获得了我们这一轮幸运抽奖的粉丝 好 那春春呢麻烦你一下我们这边请好吗 来 请问工作人员拿上我们的大礼包 春春亲手送给你好吗 好 好丰富的大礼包 好丰富的大礼包 春春亲手签名了哦 恭喜你 然后你再拍一张照 好不好 跟春春拍张照 这张摄影师 拍一张 哇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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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开心啊 对 对 你们大家也想不想有这样的福利啊 有 上午还有时间 上午还有时间 啊 辛苦了啊 恭喜你 OK 好 那春春大家都这么热情 那我们也是从现场的月米当中选一位上来跟你一起来主持人 好不好 谁啊 谢谢 还有我们 呃 看一下谁比较活跃一点好不好 我跟你说 我觉得我特别理解春春 因为春春对于每一位月米都是非常的爱的 对不对 嗯 那我可以冒昧的方式做一个决定了吗 哈哈 我本来觉得很难选 是 呃 就是因为 其实每一个人我觉得 就大家见一次不容易嘛 是 我本来觉得很难选 但是我今天选出来吧 真的吗 谁 你选就来了 我觉得 我觉得就举 就举 就举 我的美我说了算 哇 哇 哇 你看看 哇我对我说了算 恭喜 来来来来 点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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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 你看大家都后悔了要命 说应该进来每个人我都应该举一个这个口号啊 哈哈 他他真的很醒悟嘛 在那个 是好 你看说明什么 真的每个人的这个美 都是会被外界所看到的 对不对 好来 有请这位粉丝你好 恭喜你 来 中间请 这边请 好开心啊 好 好了 那我们已经选出来了啊 那接下来有请丹林来开始我们的实验吧 好的 那我们这个实验的名称呢 就叫炮沫体力度的三层挑战 所以呢 所以呢 大家看到前面有三个名 那分别装上花 玫瑰花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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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下来就会用每一个来进行这个泡沫挑战 好 那就是 请春春然后这位粉丝小妹妹 然后以及这个 鞋鞋鞋鞋 然后来做这个 首先呢 我们先来做这个玫瑰花瓣 好 每个人拿一片 其实我们这个实验是为了来证实我们泡沫的沉重力的实验 对吗 对 因为重力越强也就说明它的这个体力越好 是 然后接下来大家把这个泡沫放在 花瓣放在这个杯的上方 给轻轻的放进去 哇 好漂亮哦 好 有没有看出差别吗 说实话我觉得没什么差别 没错 因为这个挑战是一个最轻松的挑战 所以就是说这个可能是还没有看出差别 基础挑战对吧 对没关系 我们开始进行第二层好吗 好 把玫瑰花瓣 换成另外一个比较重一点的对吗 接下来我们是一个比较重一点的乒乓球 好 也是每人拿一个 OK 一样的我们就是放在这个杯子上方 对 同一个高度 可能要放的稍微高一点来可以你做一个失败 对差不多高了 好差不多了 大家放的时候注意就是说放在这个正中间 好吗 好 然后转到我来一起说三二一 好 OK 好三二一 来 哦 现在有一点这个明显了啊 车车可能后面的朋友看的比较没有那么清楚 麻烦你给大家说一下现在三位的这个状况 好不好 这个就是一个蛋黄 哈哈哈哈 蛋黄 对 开玩笑 其实这两个就是比较像蛋黄 是 它是融合在一起 没错 这个的就是还是像就是浮在上面 没错 这个很明显的这个高度都跟大家不一样了 对吧 哦那看到这个稍微重一点少不就明显一点了对吗 好 OK那丹妮我们还可以继续挑战吗 可以 OK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我们的究极挑战 就是放一个玫瑰花 整朵玫瑰花进去 哦 好 整朵玫瑰花其实还是有点分量的哦 嗯 好来 要辛苦三位 来麻烦一下美人一朵 漂亮的玫瑰花 放在自己的杯子当中 对 好也是就是直接在这个上放一点轻轻的放进去 好 哇哦 我觉得刚刚春春非常的优雅 肯定在做一个非常漂亮的蛋糕 但是旁边那两位 你们的这个就已经消失在人海当中了 对吗 啊 那其实我们看到了春春这一杯 到目前为止啊 现在过了这么长的几秒 这个玫瑰花其实还是属于在这个泡沫的上方的 所以丹妮要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一点了 啊 说说其实这个绵绵的泡沫 我们也会主打一个spot 就是因为非常有沉重的这个泡沫 它本身在这个皮肤上它就会有一个非常绵柔的触感 然后其实在洗的时候也能够放松我们这个疲惫的压力 嗯 我们工作的一个压力 同时也会有一个养四肢的这个发酵科技 来帮助我们自养皮肤 实现一个七天的丝滑水光机 了解了 哇 好春春其实在今天两个实验呢 也像大家和你正知道了 你刚才说的多分的产品的泡沫很丰富 它最近用到了什么样的科技体验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泡沫 其实在刚才实验当中也一起见证啊 对不对 对比较直观的感受到 是的 好同时呢要非常的感谢这位幸运的绿迷啊 恭喜你啊 谢谢你 那我们要 啊 要握个手 好了好了 我们就看今天是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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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春 那今天我们稍微 呃 刚才辛苦 我们稍微再等一下稍作休息一下 好不好 来春春这边请 好 谢谢春春 刚才跟台上呢 给我们大家 共同见证到了我们这样一个非常非常 完美的这个奇迹啊 大家也希望通过刚才春春的啊 自身的这样一个见证 希望跟我们再次用掌声有请到 联合丽华亚太区执行副总裁 Mr.Rookin龙嘉华先生 还有联合丽华中国北亚区研发副总裁 Dokter Peter 还有联合丽华北亚区人力资源副总裁 萧林女士 聚划算营销副总经理军文 天猫客户行业总经理英满 还有我们多分首位全球品牌大使 李宇春共同来到台上 我们开启今天的启动仪式 有请各位 好 各位这边请 好春春中间请啊 辛苦一下 是的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有请我们台上的各位嘉宾和春春 共同的来帮我们开启和见证到 我们多分在我们这次中国的心平手发的一个难忘的时刻 所以稍后的这个时间呢 请现场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跟我们共同的倒数 在我们倒数之后呢 请现场我们舞台上面的各位嘉宾 帮我们按下开关启动我们的按钮 OK吗 现场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你们准备好了 我们共同倒数三秒好不好 好 三 二 一 请启动 好 是的 好 是的 好 好 那再次留请我们现场的摄影师帮我们记录下这样一个非常难忘的时刻 再次把我们的春春和我们各位的领导在我们的台上来核影留念一下 是的 你要谢谢春春好不好 谢谢 好 但是呢 大家要请春春您稍作留步一下好不好 来春春那我们辛苦一下我们台前请这边请好不好 让各位粉丝们可以更清楚的看到您辛苦了 来这边 小心啊 好 好 我们大家都非常想要非常想要春春的签名领和这次希望有没有这样的幸运啊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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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春春任意开任意很开始就好了 好 三二一 停 零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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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一次抽两个人吧 请大家一起上来吧 好吧 零七一 零七一 有吗 没有 是这一位吗 没有 有啊 那还有一位吗 那最辛苦啊 稍等一下啊 我们两个一起来好吗 好吗 好 三二一 停 哦 零七零 两个挨在一起了 是你旁边这位吗 是吗 恭喜你 恭喜你 黑幕 黑幕 来了 黑幕 没有黑幕啊 抽到了 就是属于她的一份幸运啊 好不好 来二位来这边请 好 来有请我们的比例人员拿上我们的奖品 好 春春小心脚下 好 可以来 有请春春 亲手把我们的两个礼品送给两位粉丝 然后也请摄影师帮我们拍一张照片吧 好不好 好 非常的幸运啦 哇 OK 好 恭喜 好 再次恭喜我们以上的两位粉丝 恭喜 辛苦了 辛苦了 好 来 春春今天我们的发布会呢 很快就要结束了 然后每一次你有你的地方 我相信大家都是非常的热情的 结束今天的发布会 再对这么多一直以来喜欢春春 喜欢多分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还有什么话要跟他们分享一下呢 我觉得今天非常开心这么近距离跟大家见面 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自己的一些对美的一些认知 那同时我觉得也非常开心的是在现场听到了这样的这样的一些介绍 我觉得感觉我自己也有吸收到一些知识 对对对对 然后通过一个非常直观的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小的实验可以可以比较直观的感受到这个产品的功效 是 产品的优点 没错 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我是觉得今天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见面 就我自己也学到很多东西有很多的收获 然后就是很开心 然后也也很希望就是有更多跟大家见面的机会 是的 好 我们再一次热情跟掌声 谢谢春春今天离离到我们的现场 好不好 谢谢春春 辛苦春春了 好 那请春春稍坐休息一下吧 好吧 谢谢春春 来接着请 是的 就像刚才春春说的那样 今天我们在现场呢 通过到了许与多多非常直观的简单的一些试验呢